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在不知不觉中教会我们成长 教会我们勇敢去追寻,去爱 满怀希望迎接明天的太阳 大家还记得红遍亚洲的樱花美人山口百惠吗? 今年3月,63岁的她终于升级到了奶奶 据悉,山口百惠的大儿媳木也由一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透露自己已平安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是一个可爱的女宝宝 初为人母的她显然特别兴奋 不仅发文感谢一路守护,支持自己的家人以及粉丝 还激情满满表示要珍惜女儿的每个重要瞬间 同时工作上也要继续努力精进 此外,她还晒出了女儿小脚的照片 镜头中,她轻轻握住宝宝粉嫩的小脚 画面非常温馨 今年36岁的沐野游一是一名歌手 也是一位钢琴家 2019年和山口百惠的长子三浦又太郎结婚 去年10月宣布怀孕 媒体透露,由于是第一次当奶奶 山口百惠做了很多准备 去年春天,三浦家变大兴土木 将居住了超过30年的两层别墅翻新 可能是因为大儿子夫妻想回来和父母一起居住 据悉,山口百惠还特意嘱咐儿子 无论家务还是育儿,夫妻俩都应该一起承担 就像她夫妻三浦有和当年一样 千万不要有,家务全部由女性负责的传统思想 不得不说,山口百惠确实是以外细心又开明的好婆婆 上个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的山口百惠以青春自信的形象出现 她的歌声婉转悠扬 传递出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观众一度觉得她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她在事业最高峰选择隐退 嫁给了三浦有和,当起了贤妻良母 那年她才刚满21岁 婚后,因为三浦曾经遇到事业瓶颈 山口百惠一直生活节俭 悉心养育两个儿子 侍奉公婆,日子过得平静幸福 山口百惠的一生拥有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 退出演艺圈后和丈夫相濡以沫度过了40多年时光 如今又成功升级当奶奶 不得不说,她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希望她今后的日子一直健康幸福